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定今日失效 有市民提出司法覆核 高等法院认为有强烈理据质疑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做 颁布临时禁制令 即有关的免斟子 直至官司完结前继续有效 政府因应临时禁制令暂缓拒绝接纳相关免斟子的决定 获法庭批出司法覆核申请许可假长州居民郭卓坚 赵祖道庭听取法官作进一步指示 此次案件主要争拗是涉嫌由七名西医难发两万多张免斟子 业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是否有权指令他失效 针对失效期由星期三开始 正是申请发援暂时没有代表律师的郭卓坚 在庭上说案件有大约两万人受影响 牵涉重大公众利益 申请就不执行当局的决定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就质疑 政府早在两个星期前已说涉案的免斟子在星期三失效 当时是基于什么法律基础 律政司代表廖冠华说 当局当时只是警告属于行政决定 截至近日才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 缺和疫苗通行症规例决定罕宪 不过也不是废除免斟子 而是指示食肆等表列处所的负责人 不可再接纳持有相关免斟子的市民进入处所 他又强调警方正在调查涉事两万多张免斟子 是否未经过真正的临床评估 这件事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风险 局方需要马上行动阻止市民继续使用 而当中大部分的免斟子有效期三个月 加上政府有措施便利相关的市民 例如可以免费不用预约下 到普通科门诊再接受评估 如果不适合接种就可以继续获发免斟子 而相关的市民就算不能进入食肆 仍然可以买外卖或到商场看医生 反对法庭批出临时禁制令 法官高雄文最终颁布临时禁制令 禁止政府在案件完结前 宣告这批免斟子失效 他刚刚在公开判辞进一步解释 说政府直至刊献之前 都未解释过有关做法的理据 今次案件的焦点不在于 依偎局局长的决定是否可取 而是是否合法 他认为详细阅读相关条例 都无负权局长废除免斟子 创造例外的例外 所以有强而有力的理据反驳政府说法 再考虑到目前市民两针接种率超过九成 而两针以上的接种率也超过七成半 加上大量市民染疫带来的群体免疫 两万张免斟子继续有效带来的风险低 所以决定颁布临时禁制令 政府说高等法院颁布临时禁制令 将会暂唤拒绝接纳相关免斟子的决定 直至法院就司法复核案作进一步指示 强调市民如果继续按照相关医生 在免斟子的建议 延误接种新冠疫苗 可能对自身构成健康风险 呼吁他们尽快按需要重新咨询其他医生 确定是否适合打针 英词日报实评 美国两届政府处心职类部署科技 压制中国多时 总统拜登上星期全面升级开火 触发芯片相关股份连日急跌 显示市场忧虑他不息自长 亦要动真格与华脱欧 压实内地方兴命艳的产业发展 美国为宝环球拜主的地位 已经对华开展多条战线 按过往历史发展轨迹 北京当局必须做最好准备最坏打算 明报社评 俄罗斯寡头富豪游艇停泊香港水域牵风波 华府警告香港不好食为受制裁者的避风港 以后香港是区内一带竞争优势 在于能左右逢源 香港营商环境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高于往式 这是大局使言 游艇事件折射了国际新形势下香港的敏感处境 权力当局需要思考 如何令香港在变得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仍然能够长袖羡慕 双方洗评 美国国务院警告 香港不好变成制裁俄罗斯的一个缺口 或者选择它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 美国的警告可能野蛮 不过听在金融机构主观议中 市方面产生寒蝉效应 未必禁远 务被美国次级制裁的风险 英国计划减税刺激经济 不过代价可能是债务大增 担心公共财政和通胀失控 金融市场震荡 债息急升 为免大量投资债券的退休基金 需要追交保证金 而被逼大举抛售资产套现 导致债市崩溃 英联银行上个月底开始 入市买长期债券 计划原定今个星期五结束之前 市场恐慌情绪再现 继宣布提高每日买债上限之后 英联银行再扩大买债范围 去到英国通胀挂勾债券 同传统国债 每日各买最多50亿英镑 防止市场失灵 抛售陷入恶性循环 威胁金融稳定 行长贝利出席国际金融协会活动时 获得市场较前几天冷静 强调入市买债 如期星期五结束 以为拒绝基金界延长计划的呼声 英国退休基金和终身储蓄协会 较早前呼吁 现场买债计划去到月底 甚至更后的时间 回风认同只是入市两个星期 期间债息还持续上升 基金根本缺乏足够时间 筹集足够流动资金应急 荷兰银行ING批评 英联银行总是在市场出现混乱 最后一刻才介入 其实反而增添不明朗 英国财商关号庭就赞扬 英联银行有效应付市场波动 重新今个月底发表控制债务的方案 相信可以稳定经济 但拒绝承诺不会削减福利开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言 英国应付生活成本上涨的方法是错的 减税刺激需求同时 央行加息有额抑抑需求 只会令到金融不稳 呼吁双方合作缓和政策矛盾 英国按揭示占率最高的来仙银行 预计加息可能令到当地楼价跌一成 但市场应该不会崩溃 暴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特克指数继续下跌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就反复下均 杜瓶斯收报29239点 升36点 标普500指数报3588点 跌23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 全球明年经济增长预测 市场对环球经济衰退的忧虑加深 加上英伦银行将会预期 在这个星期五结束紧急买债计划 以及个别重磅科网股有沽压 美股受影响 标普500指数连夺第五个交易日 指数11个主要行业分类普遍下跌 其中通讯服务股 科技股和金融股有比较大的沽压 房地产股就有买盘 导致初段跌128点 其后转势上升 下周早段升405点 升近1.4% 后段走势转弱 收市升36点 生物制约公司Amgen 获摩根士丹利调高评级 公司股价升5.7% 是表现最好的导致成分企业 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股价跌近2.9% 跌幅是导致成分股当中最大 串流影视平台Netflix 被高盛调低目标价 公司股价跌6.8% 美国劳工部提出修例建议 令叫车平台 外卖派送等企业 更难将员工归类为自雇 Uber股价跌一成 纜斯特克指数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收市报10426点 跌115点 跌幅1.1% 无线电视记者由巴辉报道 重庆石柱苑崇山晋岭中 有一条人工天河 为农田带来水药 为春文带来电药 一起看一下 重庆石柱苑 海拔过千米的崇山晋岭中 有一条修建在沿岸绝壁 长大约15公里的饮水道 当地人习惯叫它 去做农泉大饮 今年8月 仲慶遭遇高温干寒天气 多地粮食作物受灾 但石柱苑黄河镇的村民 没有这个烦恼 农泉大饮源源不断的水源 保证农作物的灌溉 令水道和粟米都有丰收 不过上世纪70年代 这里仍是靠天吃饭 一旦遇到灾害 粮食几乎绝收 于是村民决定 在崇山晋岭中 开作一条饮水道 当时只有17岁的秦宗生 更加在工程中意外受伤 又眼失明 上千名青藏劳动力投入到这场引水大战 历时四年终于进攻 时至今天 村民更利用水源发电 人工天河 它不仅解决了沿县居民的人需饮水问题 和数千亩农作物灌溉难题 而且通过该水资源发电 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四十几年来 人工天河依然清流涓涓 祝福当地一方百姓 无线电视记者廖淑仪报道 黑龙江一个打铁汉带领团队 将曾经被国外垄断的技术和产品逐一打破 见证中国超大短剑国产化 中国的锻造技术或产品 曾经落后于不少国家 有些更加被其他国家垄断 但近年先后被中国一间重型机械公司的 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刘百明 所带领的团队逐一打破 刘百明在1990年开始 在这间厂工作 至今超过三十年 见证中国超大短剑国产化 产业化 我们历经十年的艰辛研发和努力 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解决了百万千瓦 整个地下转值的制造难题 使它国产化 也由过去进口八千多万元一只 降为两千多万元一只 他说刚刚进入锻造厂的时候 曾经被人怀疑自己的能力 但有师傅的鞭策 令他努力转研技术 提高自己的水准和能力 现在工作时候 他都打算锻件变形过程和工艺参数 和员工讨论教赏和改进措施 甚至在家里面会用面团反风模仪变形 他们用智慧和毅力填补了中国核电装备製造中 仿营锻造技术的一行空白 在我成长道路上 也在把我师傅的话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同事们 俗话说我们是打铁的人 也是铁打的人 这种锻造人的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32年来 牛百名团队打造的锻件 相当于九条南京长江大桥的钢材用量 即是六十几万吨 未来他们将会投入更多精力 打造更多国之虫器 无线电视机者彭建华报道 北京有陆信画监 四十年间以脚步去梁度祖国边随 用画笔聚焦民族风情人物 一起去看看 史国梁已经记不清了 是第几次来到柏米尔高原 无论是天山南北的民族风情 流传上千年的马纳斯史诗 也画阿尔克斯民族世代相传的英雄赞歌 都令他感到动容 成为他不下的鲜活画卷 比如说那个姿势 扭动那个姿势 你看这个姿势是吧 它怎么扭动的 手是怎样的 手指都可以不画 但是感觉弯了画出来 身体脖子扭动 感觉有一种动感 学院派出身的史国梁 自上世纪80年代 开展边疆题材创作计划 探索祖国边随文化的足跡 从未停下 一个姑娘穿着红衣服 然后感到一身白羊 她唱着歌就飘过来了 挪过来了 哎呀太好看了 我用我原来的方法画它就不适合了 所以就是我现在画这种 就是水墨重彩 大写业加上重彩 公平和写业集合这种方法 丝绸之路上的这片土地 是她创作的原传 她的画风着眼于反映 少数民族的生活 以她创作的文成公主顾乡土 将手捧文成公主家乡泥土的形象 融入画作 一经文誓就备受青睐 就希望我的创作就是这样的 就画的是 都是以人文主义为基础 都是人跟自然 人跟生活 人跟人 那我想可能再过几百年以后 看到这张画讲解文成公主的故事 还依然能跟我有同感 大家也想去看到这张画以后 也去看看文成公主 当然跟她去对对画 在新疆之旅中 史国梁也都深入海拔 四千七百七十三米的红旗拉普边房搜索 她希望透过画笔表达对长年树边关战士们的敬意 四十几年的艺术生涯中 史国梁创作了近万件画作 她说希望观众在当中看到各民族就好像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 无线电视记者廖淑仪报道 这次中华内景报道员 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打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全球春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不过有调查就预期 美国通胀可能回落 美股个别发展 导致反复回升 收市升到36点 标指和纳指就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收市纳指要跌1.1% 再创超过两年低 恒生指数方面 连跌四日之后 今早早仍然要低 开74点 再创十一年来最低 最新跌幅大到120点 报16,709点 成交超过24亿 看起期指的表现 10月的期指跌131点 报16,716点 11月跌100点 成交超过5,600张 最活跃港股的最新报价 腾讯跌3元 阿里巴巴跌过8元 中银航空租赁跌7毫半 有邦跌5毫 美团跌2.6元 药明生物跌6毫 百度集团跌3.3元 创科实业跌1元 比亚迪跌3毫 恒生科技指数跌48点 报3230点 先看看中概股的表现 在美国上市的热门中概股 隔晚未止跌 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 在下跌超过3% 攀程在美股要跌超过一成 最新在港股亦要跌7%做187.4元 明创优品 百姓中国和不利不利 在美股的跌幅都超过7% 来到港股同样要向下 明创优品跌3% 百姓中国跌7% 不利不利再跌半成做99元 再顶约跌半成国外 转看电脑和手机相关股 彭博引述消息说 英特尔最快在今月宣布财减几千份职位 销售和推广部门等 更可能要削减良成的职位 主要为了降低成本 应付个人电脑市场转弱 看电脑和晶片相关股 当中联想可以逆时靠稳 最新跳一跳舞起跌部5.43元 中芯国际就要再跌1%做15.58元 ASM太平洋要偏远向下跌5线 顺月光学公布 9月份手机镜头出货量 按年下跌近2.8元 按月回升3% 至于车载镜头的出货量 按年大增5.3元 按月升近9% 手机摄像头模组的销量 就按年下跌3.1元 按月减近半成 股价早段要向下跌大约2% 报72.3元 同业瑞星科技同样向下跌1%做11.5元 转看下航空和消费股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文章 强调内地要坚持动态清零 批评躺平不可取 航空股年日向下后早段是个别发展 当中国航再跌1% 上日已经失手条250天线 现价做在5.64元 东航没有起跌 南航就靠稳升到3先 至于消费股方面 预员集团9月的收益 二年上升3.7元 至于预员旗下的保性国际 9月份综合经营收益 二年下跌1.5元 两只股份组断无起跌 预员做9元 保性做4.6先半 转看下其他焦点股份 平保头9个月的保费收入升2% 组断下稳升1.5元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9月份旅客吞吐量下跌5.7元 货油吞吐量下跌4.4元 股价阻断跌2%做4.12元 香港科技探索9月份电子商贸订单总额 按月下跌8% 按年升2.2元 早断跌5先保4.56元 至于龙原电力 上个月发电量按年增长近2.4元 股价跌1%做9.8元 中广核电力头三季发电量跌4.4元 早断股价大和不大 早断是1.69元 转看内房股的表现 早断是个别发展 当中龙湖集团头9个月的销售额下跌2.8元 股价跌1% 至于陆地香港头三季的销售额下跌5.7元 早断没有起跌4.6元 雅居乐集团9月份的预售额按年下跌6.4元 头9个月计预售额就跌近5成股价跌1% 至于远洋集团9月份的销售额按年下跌5成股价 可以逆市升到1%做7.4元 同业润地可以靠稳升到5元 开始打击到这里 大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 一架私家车撞到一个男人 个男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 61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 涉事私家车由拖车拖走 现场留下死者衣物 警方说私家车昨天挨慢6点几 沿着丁角路向泰和村行驶 去到太平工业中心附近的时候 一个68岁男人横过马路 司机怀疑收制不及将他撞倒 个男人送院之后 在夜晚大约9点半不治 港人热门旅游地点日本 昨日开始恢复免签证自由行 入境要打齐三针 否则事前要做核酸检测 全日至少有8班机 由香港直航日本 无份航班有9成满 有旅客就说 东京市面有人气 但始终不及疫情前热闹 由李卓谦在东京报导 疫情以来第三个秋天 终于可以再来日本 早上这班去东京的班机 完全满足 第一日开放免签自由行 过关入境都要排队 想快就要预先下载 日本当局一个应用程式 上载三针接种记录和个人资料等等 凭着程式发出的清码 拿来把蓝色指板证明就通行无阻 不过计上拿行李 全程要1个小时15分钟 有更少安全 只是比较快 所以比较好 在国内都是清零的政策 在日本的话听说是稍微宽松一些 所以现在还稍微担心 日元对港元近期大跌 到部第一个感受 医肚都便宜了 一份1300日元的天婦罗 疫情前大约90元港元 现在不用70元就吃到 不过很多时有得看没得吃 因为机场很多餐厅都未开 想吃东西最好出市区 涉谷街头到了晚上10点仍然热闹 不过有游客就认为气氛不如预期 人潮其实差蛮多的 这边涉谷的十字路口 比当来讲人会更多 但这边其实还好 就是比以前少了 我觉得大概三分之一 我觉得很谨慎 然后可能是因为今天第一天 我上上个月去韩国 韩国更多人没戴口罩 涉谷这个路口曾经有统计划 每一转灯可以有最多几千人在这儿行过 并形容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有本地人就说 这儿虽然附近近年建多了八个公司和商业大厦 但人流都未及得疫情之前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在日本东京报道 内地疫情反复 国庆假期出行人次和消费都跌到近年新低 有分析认为和民众就地过节和房地产市场下行有关 由着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 北京市民去了哪里玩呢 北京周边好玩得挺多的 因为现在入秋了嘛 然后秋天的景色很好 有山有水什么都有 然后就没有必要出京了 没有没有 现在咱们疫情了 没敢出去 根据当局数据 北京国庆假期的旅游收入有65.4亿人民币 比去年下跌近四成 有旅行社说当局实施严格的进京防疫措施 大部分民众在假期以郊外或者市内短途一日游为主 花费不够跨省游的三分一 北京因为今年四月份疫情以后 跨省游 我指的是团队跨省游就一直没有开放 所以这个数据差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除了我们说比较奢华的这种周边的精品民宿以外 那其实在京郊也有很多露营的 还有我们一些围绕这个城市探索 我们的这个补物馆游 我们的city walk 像这种客单价也不贵 大概就是一个客单价在三、四百块钱左右 我觉得大家也都还能去接受 文旅部和交通部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假期出游人次是疫情以来的新低 旅游收入较去年同期少百分之26 只是恢复至2019年的四成 全国发送旅客人次连续三年下滑 今年只有14个省市公布国庆旅游数据 除了浙江绿德增长 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 大部分都呈跌幅 内地传媒报导 著名景点四川九寨沟 7日只录得200人次参观 有经济分析报告就指出 旅游消费表现疲弱 除了与当局提倡就地过节 也都与房地产等行业下行 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减少有关 分析又认为 当局近期推出稳定经济和流市的政策 以及不断优化防疫措施 都会有助改善民众的消费信心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但不回应是否有病人死亡 只是说正是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再捕结果显示 绝大部分病人都有长期病患 或者免疫力低 文汇报报道 为加强职业安全保障 正在立法会法案委员会 审议的相关条例草案 提出大幅增加违反 职安建法例的最高罚款20倍 由现在的50万提高到1,000万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议员陈兆雄 担心有关罚质过高 可能客退中小企 并于前日提出修正案 建议下调最高罚款的收定金额至600万 楼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兴和周小松 昨日发声明反对那个修正案 强调要令法例具足够的阻害力 不能被职安建法例继续为无牙老虎 稍后回到有心讲互快信